欢迎光临 轮轮讲堂 哈喽我是Relax DJ Aaron 今天节目一开始有讲到说啊 其实电台蛮常有些歌手来上通告的 那有一些歌手来是DJ们真相想要访问 如果没有访到就会觉得很可惜 甚至觉得很懊恼 那有一些人访问到了就会被羡慕 我今天被羡慕了 被其他DJ羡慕了 好 赶快来欢迎这位我即将专访的歌手 欢迎悠悠陈寗儿 谢谢 谢谢 哈喽 OK 对 现在呢 陈寗儿就在录音室里头 然后来到录音室里先注意到我们的view很漂亮 对不对 对啊 都是树 而且楼层好高 是 当然有机会可以到我们电台来参观一下 对 我要拍一张照片 要拍一张照片 一定要的 多拍几张 好 而且其实这样view跟你的音乐很合适 就是这样有一种很放松的感觉 对 好 不过今天呢 在节目当中很开心邀请到悠悠来到节目里头 跟大家分享不管是专辑 或者是接下来会有这个即将登场的演出 那先恭喜你在今年初发行了算是第一张完整的专辑对不对 对 没错 没错 第一张 选择了在台湾 然后我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又是来自香港 是 可是你是以国语的方式来发行这张作品 对 也有几首是英文 然后有两首是粤语 然后大部分都是国语 对 就是我觉得还蛮重视台湾的粤语 可以这样讲吗 当然 因为我写歌就是在北京开始 然后在台湾继续 但我一直写歌的城市跟背景都是国语 对啊 对 而且因为刚刚有聊到说 悠悠来台湾其实蛮多年的时间了 我看了一下资料从2010年开始 就有一些小型的巡回啦 然后一些演出 然后才与一些音乐节的活动 就是我有真心的觉得你 例如爱台湾 你爱台湾 对不对 我很感谢台湾的 对 就给我这么多空间可以演出 然后遇上可以一起做音乐的人 对 因为其实我看到上张专辑当中 齐哥 对 就自然卷的齐哥 担任制作人的部分 就是跟台湾的音乐人有很多的合作这样子 因为我知道其实你开始来台湾就是 alone一个人 安排很多的事情这样子 然后没有什么厂牌的支援 是你不要吗还是 对 都有谈过 有一些谈过的 香港台湾的有支援 可是那个之后我就很 很决心 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觉得 我很想要 我很想要自己做的过程 还有应该说我不是很确定 有一些除了音樂以外的宣傳是嗎?還是? 對,其實這個就已經很奢侈了 可以有地方然後去分享自己的創作這件事情 對,其實我真的就專注在歌上面 還有可能現場演出我也很喜歡 可是是不是這樣去經營一個藝人 那是好像是另外一個方向 對,另外一件事情 對,所以我剛開始只是很比較清楚的是想要來這邊 然後可能用網路的平台 然後去Live House看演出去認識其他獨立樂團 然後去看是怎麼樣去做演出 怎麼樣編曲怎麼樣錄音的 就是Focus在音樂的部分就是了 可是這樣的過程會辛苦嗎? 很慢 對,會慢 就是因為沒有一個公司的系統或者一些人說 OK,我們幾月一定要發 然後幾月前一定要有幾首歌出來 可是這個也沒有這個也很好 因為雖然是慢 可是我就有那個自由度 就是說我滿意了 大家都覺得合適了 做好了才發表這樣 慢工出細活 而且慢慢去經營對不對? 就你不管是跟這個土地 或是這邊的歌迷的那個情感 對啊 會更穩固的這樣子 對啊,而且我自己也想要吸收一些演出經驗 才再讓所有東西都更成熟 對 有耶,我覺得你這樣子的步調跟你的方式 跟音樂也是很符合的 因為你音樂也是給人那種就是不疾不徐 然後慢慢來這樣子 對,其實說到音樂部分 剛剛講到專輯Here 這張專輯當中的音樂作品 是集結這幾年來的創作嗎? 是慢慢這樣累積下來的嗎? 是累積 第一首就是七八年前寫的 好久喔 累積很久喔 其實這幾年都在演出這些歌 裡面好幾首都在演 有一些是表演以後的編曲 變成是這樣 然後就覺得好,就要錄下來 所以現場感還蠻強的 有一些 嗯 就 對,我覺得累積是一個主題耶 就算在設計上面也會看到 就是有一些 登記證啊 是 很多耶 你到不同的地方 我們會看到 喔,這幾年你去了哪裡這樣 喔,對 對啊 明信片 然後一些筆記 甚至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是 你是被偷東西是不是 哎呀,你終於有人聊到這個了耶 提案人陳寧兒 喔,沒錯 那個是我在北京 其實我不見了錢包 我不知道是不是被偷還是丟了 你去報案這樣子 我去報案 我必須要報案 因為我的證件都沒了 所以我要拿著這張紙 才可以去海關 再拿另外一張紙 去離開北京回香港去辦 重辦這些證 那我覺得這張好有趣喔 這張真的上面 而且那個經驗也很有趣 對 這張紙超薄的 所以它是很容易 很薄的那種 對 灰色就完全很難保存的那種 OK 對 然後你也把它就是 就是 用在這個專輯內業當中 跟大家分享你曾經的這個生活的經驗 這個要謝謝設計師 就是 林月德 他的想法 還有我的 就加拿大的楓葉 楓葉 就是他跟我要了一堆 他問我有沒有 就存有 對我來說 只要對我來說有意義的 不需要一看就懂的 東西 我說這個真的多 對 因為我一直都有存登記症 嗯 OK 所以其實打開這些歌詞門 就是也是你自己的 一個生活的紀錄 然後很多回憶這樣 然後當然跟歌曲有一些連結 對啊 那音樂那些歌也是累積下來的 嗯 然後還有 這十四個track裡面有三個是 環境音 嗯 對 對 就是有音樂的部分這樣子 沒有演唱的 對對對 它是一個過 像過門 然後後面的環境音就是 可能去旅遊的時候錄的 又有東京有印度 隨手錄下來這樣子 對對對 就像你拍照 好特別喔 對 所以其實剛剛說 這樣專輯當中的音樂作品 是一個累積 然後甚至剛剛說七八年前的作品都有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作品 其實是很經濟時間的考驗的 對 對 然後可能經過不同的 這個演出的場合 然後有一些不同的靈感 然後就加到音樂當中 嗯 有沒有哪一首歌曲對你來說 可能是特別有 嗯 意義或情感的呢 嗯 真的 嗯 第一首跟最後一首是特別有意義的 嗯 第一首是明天開始 對 是我第一首寫的歌 嗯 然後最後一首 嗯 不忘我們 張三十年 張三十年 這是粵語的 然後 這是我跟一些好朋友的 嗯 我們認識十周年的一首 就是紀念我們的 友誼的歌 嗯 嗯 對啊 對啊 我放了一頭一尾 然後中間 嗯 其實都是充滿回憶 還有空隙也是一首很重要的 跟不同空合作的歌 對 對 那為什麼明天開始特別有意義呢 我也很喜歡明天開始這一首歌 就覺得很適合我這種懶人個性 是不是 是 對 就是一首歌送懶惰的歌 是送給所有拖延症的患者的 比如我 重度 你是重度嗎 重度 真的 嗯 嗯 現在好一點了 因為 因為這個是我 像我說我這場 以上06年寫的 真的 蠻久了 嗯 那個時候 的 心情嘛 就是我的信仰 就是明天開始啊 明天都是這麼想的 嗯 然後到了 到了好幾年 以後 有一天是覺得 我現在不是這麼想的 我現在是 最好昨天已經開始 哈哈哈 突然覺得自己 浪費了可能太多時間 有一點 好 不過其實這真的是唱 唱出了很多人的一些 生活上的 有時候還是可以啦 不要天天的 有時候 星期天的時候是可以這麼想的 對 讓自己就是懶散一下沒關係 不要 逼得太緊這樣子 對 明天開始這首歌 好 所以其實在聽很多 音樂作品就是會覺得很貼近我們生活的 嗯 然後很融入生活這樣子 像我們有一個聽友 Bird Pan 他就說他最近呢 就是只要要認真工作的時候 他就會播你的歌 哦 因為我覺得可以靜下心來 哦 對 然後我就說 嗯 的確是聽Yoyo的歌會靜下心來 所以我睡前都會聽你的歌 嗯 對 睡前我也有聽說 好像是一個蠻受歡迎的催眠的專輯 這樣講會不開心嗎 蛤 聽了我的歌就要睡了 不會啊不會啊 很好啊 其實每天有適合聽的時候就很好 我還有聽到朋友 因為其實現在好多電腦都沒有CD drive了 嗯 然後也不是 Disman也不是很流行 嗯 所以他們是在車上聽的 就是故意拿上車 然後塞車的時候放 就沒有那麼生氣了 那我就覺得 好有貢獻 有沒有 功德一見有沒有 對啊 就直接真的覺得自己對社會有貢獻 因為少了一個憤怒的開車的人 對 真的 是有幫助的 真的可以透過音樂來讓自己 沉澱一下 緩和一下 這樣子 光是就很好了 對 那其實我覺得光是聽Yoyo的講話 所以都覺得好有幸喔 哈哈 然後我們知道其實大家如果說 可能從音樂認識Yoyo會Google一下 知道從和聲開始 從陳奕迅的演唱會這樣子 那其實幾年你有辦自己的演唱會 可是還是持續擔任各大歌手 演唱會的和聲耶 為什麼還是願意這麼做 因為我覺得有些人會覺得 喔我已經站出來台前了 是 是主音了這樣子 那好像就不太願意再回到後面去 對我是 我是有點叛逆的做這個 有很多原因 第一個是自己貪心 覺得主唱跟和聲的經驗都很棒 嗯 那我和聲那邊也真的學到很多 有很多收穫 嗯 比如說我跟不同的歌手 我要貼不同的聲音 那技術上面我會有幾兩種進步 對 然後我可以唱我寫不出來的那種音樂類型 嗯 那就是這是一個唱 因為一個歌手很容易就是 嗯 它是一個方向你要自己去發展自己的風格 嗯 找自己的聲音 對 然後和聲是相反的 對 和聲是要拋開自己的風格 嗯 去貼近你當時那個歌手的 嗯 前面的站在舞台前面的那個人的風格 嗯 嗯 那我一直就希望可以平衡的時候 我知道有一天應該時間都不行 嗯 我的精神沒有辦法平分 嗯 可是我盡量有好幾年都是 覺得這樣很棒 嗯 然後一邊就是在台灣自己寫歌 做小型的演出 一邊做主流音樂的和聲 嗯 互相是有幫助的 嗯 其實是可以學習到很多的對不對 就是不同的領域這樣 對 不同的經驗這樣子 對 而且因為我真的覺得 嗯 站在舞台上不同的位置 它只是一個不同的位置 嗯 它不會說你站在這裡就不能站那邊 站在那邊又不能站這邊 嗯 對 對 雖然你剛剛用貪心來形容 但其實這是很棒 很願意去學習的嘛 哈哈 就一個吸收的過程 嗯 嗯 然後到 是到這一年吧 嗯 嗯 就要把和聲的工作 稍微減少 稍微減少 因為為了專輯要專心 對 對 然後去 去把自己的 自己的風格去發展一下 對 那我知道有很多人是非常喜歡悠悠的聲音 所以如果你想要獨享 獨 獨佔他的歌聲 有 現在有機會 對 因為有演唱會對不對 而且在台中 是 是 5月23號在台中 嗯 5月23在Legacy 台中 其實5月22號是在台北 對 22在台北 然後隔天23號再來台中 都是在Legacy 嗯 因為其實像之前我知道像年初也有來到台中 是在書店裡面 哦 比較小型的對不對 對 我去逛書店的時候才發現 蛤 又又有來 怎麼不知道啦 是喔 對 所以要來宣傳一下 哦 對要宣傳一下 要宣傳一下 好所以這一場呢 算是 嗯 比較大一點嗎 比起書店 那個 對 對 可以在Legacy Legacy的size 我其實很喜歡那個大小 就是 嗯 人數啊 而且他的氣氛 Legacy在台中 其實開了也沒有很久 對 對 那我 我一直在台北的Legacy 我也很喜歡 台中的我也來好幾次了 其實有兩層 嗯 那個距離是不一樣的 嗯 那因為 書店或者我 比較喜歡跑那種小巡演 嗯 那個是隨便真的 真的跟 跟觀眾是在同一個平面上面 然後你可以聊天 對 那Legacy會可能比較正式一點點 嗯 然後 嗯 可能多找幾個樂手 OK 會帶Ban這樣子 對 滿一點的編曲 嗯 甚至我還會有個嘉賓 哦 OK 對 哈哈哈哈 所以是不能透露的 嗯 引誘你去加我的臉書 哈哈哈哈 好好好 趕快現在打開Facebook 現在我覺得辦公桌 大家都在上Facebook 嗯 我很快就會告訴大家 這是誰的 好搜尋一下悠悠陳寗兒 然後Follow一下 其實呢會陸續有一些 演出的訊息 那最近的這一唱在台中 就是5月23號 Legacy台中 對 在7-11的iPhone 都可以購到這個 買到演唱會門票 謝謝 是加油 謝謝 對一定會有很多很精彩的表演 然後相信大家那天晚上會跟悠悠度過一個很美好的夜晚 謝謝 好現在先給大家聽這一首作品 Hear專輯當中的哪裡 對 也是很多人喜歡的一首歌 那今天再次謝謝悠悠來到節目當中 謝謝 分享專輯 然後還有之後的演唱會訊息 我祝福你一切順利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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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愛上回頭 然後又天好無宇宙 看著看著我們就這樣 不見了 該說的都不能說了 哭著哭著我們就這樣 醒了 閉雙眼 輕輕的呼一口氣 你 你在哪裡 你是否還不願離開昨天的舞台 還是已經飛往你所渴望的那片海 在那陷加雙雲裡已沒有人猜 只剩一個空殼你忘我的無奈 你是否還在 你是否還在 只能站在昨天的月台 你算是否不如存在懷裡的那個未來 也許以後繼續不知不覺的 有所能眼睛閘開的時候 在風景當的我以後 再愛上回頭 在風景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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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會失嫌 有所謂的 事實者 也許是否還在風景當中 在風景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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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